交友App的開場白點才算成功? 開場白一定要引到我笑 起碼 對於我來說 我想你說有關運動也算成功 我覺得一定要非常搞笑 或者可以問問我吃不吃糖水 看來我跟藍藍是會爭的 大家都喜歡有些 humorous的男生 其實你們有沒有玩過交友App? 不行 我一定要問Kylie 你明明剛才說有的 我一定有的 我經常都會被人問Sex 一來就是S-E-X 問號是甚麼? 甚麼是S-E-X Sex 怎樣了?撈不撈到嗎? 撈不撈不撈 我以為是You place my place 一來因為你的外表 你覺得嗎? 有些應用程式很先進 它不會要你的照片 你純粹有個名字 然後有個名字 這樣很容易重複 對,更加容易重複 但為何想加一個應用程式? 我想問一下 首先有很多朋友玩 然後我以為 其實有些心事 即使是家人或朋友 都不知怎樣開口 反而一個陌生人 你很容易開口 然後說很多話 那你的心結就會失去 對,因為對著陌生人 因為他不知你的背景 又不知你甚麼 所以更加想說了自己心底的說話 好像說完之後就舒服了 你知道女生的屁股 說完就沒甚麼 只有我說 我玩過 那你們有沒有玩過? 我真的很想知道 藍藍 我真的沒有 你這麼悶 不是啊 你是不是反矜持 不是啊 其實我也很想哭 那你不玩 不是啊 因為你玩的apps 就是永遠只能看到這裡 如果我放這個樣子上去的話 通常只會有一些叔叔 問我認識不認識 那些我猜是這樣的 起碼有人會問 對叔叔 對不起我們 不,我也是 譬如在社交媒體 是比較多叔叔 我自己的年代 我們沒有家裡的apps 我們是玩IRC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甚麼叫IRC 其實是最早期的打字版的clubhouse 每個人都能進去 他會分了不同的項目 去那些房間 那些房間裡的人是不認識的 然後聊天就覺得挺好聊 然後就會約出來 而我身邊有一個朋友 是真的成功地 認識了一個條件 都不錯的男生 而結了婚 現在還是在一起的 其實很少有經過年 不是啊 但是我真的都認識一些身邊的人 是經過交友app 或者是社交媒體 完全不認識 社交媒體和交友app 我覺得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社交媒體 你可能是朋友的朋友 交友app你本身是 你真的完全不認識 很乾淨 然後找女朋友 很醜 對 找男朋友 才去找交友app 是 但我要認同Yu Siu 我身邊真的有很多朋友 是真的交友app 然後認識到很好的另一部 真的可以結婚 真的可以走 真的 我也很驚訝 找到很適合自己 我也很驚訝 你有沒有玩過 很簡單 是否應該要踏出一步 去爭取一下自己的幸福 你說你拿著你的樣子 就會吸引很多叔叔 介紹那個給你 不用樣子 也不可以發出照片 這個也很大機會重複 可能我以為是年輕人 誰知道原來是伯伯 那怎麼辦 那先帶你專頭些什麼 當然 有什麼會吸引到你 一定要復婚 就是你會想繼續談下去 很開心 如果有一些… 一個問題也可以很昏悔 那你會知道的 我覺得 交友app好像經常都覺得 你要跟很多個人說話 就是好像… 打開鬧針 我也不知道 釣到何時才釣到那條針 真的對 粗俗一點 屁不撞棍 你真的… 可能去到一個酒店 才會遇到一個好人 交友app只不過是 多一個機會 我自己認為 但我聽過有些朋友 即是玩交友app 他們經常說 哪一個人在… 是不是Tender Tender Tender? 不好意思 Tender在外國很流行 我立即… 即是會認得那些人的樣子 他在Tender上 玩交友app 好像… 可能會碰碰碰碰 知道他在玩 不知道 有些人會知道 我只知道外國是很普遍的 那些是 我覺得香港始終有點保守 好,我們又看看網友的問題 玩交友app 認識了一個男生 三個月 很有火花、很合 大家都很開心 我們什麼都做了 什麼都做了 不知道去到哪裡 好像男女朋友 就是不肯給我女朋友身份 我怎算是三個月而已 有點心急 但三個月什麼都做了 三個月什麼都做了 那你叫什麼都做了 什麼都做了 去到最底 是嗎? 我自己是老舊派的 所以我覺得玩得交友app 就是… 像你說的 要什麼 如果你要sex 你就預料到別人不會對你負責任 想找一個長期的relationship 你要看看對方是否跟你有這個共識 如果別人沒有的話 擺明就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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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怎樣算好呢 我覺得吃鹹魚仔 其實我會好看 為何她不肯給我女朋友身份 如果她是玩玩一下 那我就跟她玩玩一下 沒問題 但她沉船了 現在這個… 如果她沉船了 真的可以 那男… 那男生沒有沉船的話 那我就… 那喝拖來做什麼 不然會被他… 不是,每個人都像你那樣灑脫的 現在就是… 因為我表現好嘛 那不就知道了 這麼放得開 那我又真的覺得 心急了一點 三個月 給多一點時間 如果不是 就一刀切 對嗎? 我又覺得給多一點時間 你覺得多久呢 起碼半年以上 如果她還是覺得她不認真 那你就… 退後一點 讓自己療傷吧 那個男生意識到 你… 即是你也想離開 而她也不緊張你 那你就算吧 算吧 那我就覺得 真的不要太心急 那如果既然她也是這樣 不如… 又在其他渠道 認識別人 那看她會否緊張 但我覺得… 但我會說得越來 是會… 再… 更加沉落 這些事情… 很… 我… 很大… 很大負擔 很大責任 你不要給那麼多名 對… 我覺得女生和男生有些不同 但… 其實真的好看她 為何會不肯給我 名分 死也不肯 是… 我會去找一下 為何她會不肯 對… 有時… 現代愛情故事 我真的覺得… 要放鬆一點 你真的看得很透 不是很透 其實我自己 有時自己也是感情用事的廢物 認真你就輸了 尤其是你玩家有app 是 她好像… 是已經… 我玩完了 我已經知道遊戲怎麼玩 告訴你 現在真的好 但… 我真的要問你們 如何看她 如何服不服呢 這個很服 這個不服 我覺得真的要出來見 才知道服不服 有時說話 溝通方法 說話溝通方法 我曾經在社交媒體 也不是叫家有app 即是認識了一些 可能有共同朋友的 即是以前跟他們的網友 聊天 聊天 那就是覺得很有… 很有文貌 那我就會覺得 如果沒有文貌 那就再見吧 就馬上斷了 對吧 說話的談吐 內容 看她的打致可以 都可以篩走幾大班人 有沒有例子可以舉一下 你現在要這樣問我 很難 即是有一個SEX 這樣問好你會否服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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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都問你 在做甚麼 今天看不看 那你不是大約很忙 還沒吃午餐 你買了午餐給我吃 看看是否服甚麼 你說就會說 做就不會做 真的假的 你也挺縮手 真的假的 我想知道 Kylie 如果你是… 即是收到SEX 那你如何回應 你一來就問 要不要性 那… 我覺得跟免費雞 甚麼都會分別 不同… 你也可以當是免費雞 即是看你的需要 也是觀點角度 我們是否這樣 也是觀點角度 因為本身你未必有這樣的需要 心交還是甚麼 神交 神交… 所以如果真的要求性 可能是另一些應用程式 是 另一些應用程式 應該不會是應用程式 不會是應用程式 會不會是應用程式 我覺得… 要面對應用程式 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 我不會的… 你不要拍照 那… 其實… 網上有些調查報告 也有說 原來是一些情侶 在網上認識的 或者在家用程式 認識的 成為了夫婦的離婚率 比普通能夠有緣分認識的 高28倍的百分 但也未必 我身邊有很多很成功的例子 所以… 也是隨緣吧 可能… 當然… 可以隨緣 還有幾個指標 去看看究竟是否能復合 首先不要太多… FF 就是Final Fantasy 不要太多… 漫想 當是一個朋友認識 另外就是… 不要要求太高 交一個朋友而已 又不是真的過人了 對吧 最後 看看自己有沒有共同朋友 我覺得共同朋友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因為我自己也試過 原來共同朋友 立即的誠信高了很多 所以… 看這些都可以判斷到 逢不逢的 對 大家小心點 謝謝… 我們會更加熱的 我們會永遠的 很多人 我們會有任何回事 你會再加熱嗎? 我們會再加熱嗎?